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聊聊千呼萬喚使出來的泳裝咲戀 還有泳裝爆弓的復刻池 要不要抽? 要抽的話要怎麼抽? 雖然這個主題我六月底已經做過一次了 但沒想到卡池會被Sonec延遲這麼久 在這段期間裡 環境還是有發生那麼一點小小的變化 先說一下 這個是第一次復刻 兩個角色是都沒有出專武的 而日版是在復刻第二次的時候同時推出專武 影片的前半段時間 考慮到有些觀眾可能是新手 或是沒看過上一個我講這兩位要不要抽的影片 我還是會花一點時間從技能開始介紹這兩個角色 如果是已經對這兩位 技能跟強度都還蠻熟悉的玩家 可以直接跳到畫面上顯示的時間點去看這次要怎麼抽的建議 先從泳裝咲戀開始 一技能大幅度回復我方全體角色的TP 這個技能就是泳裝咲戀最重要的技能 開場會釋放 也是整場唯一的一次一技能 讓所有角色暖機時間大幅縮短 直接讓整隊UB連發 然後是二技能 小幅度提升我方全體角色的物攻 魔攻 還有物爆 魔爆 持續12秒 EX技能是開戰時提升自身的物理攻擊力 最後是UB 大幅提升我方所有角色的物攻 魔攻跟行動速度持續12秒 行動速度的話是提升1.5倍 看完技能後來看一下泳裝咲戀現在在日版的評價吧 但要先說一下 日版在泳裝咲戀第二次復刻的時候實裝的專武 專武效果是一技能補的TP量更多 還會大幅增加全體物攻魔攻 持續20秒 專武效果只算是錦上天花 沒有從根本性的改變泳裝咲戀的評價 日版現在給泳裝咲戀的評價是3S 競技場3S 戰隊戰3S 露娜塔3S 是目前所有角色裡唯一一個在三個項目都拿滿分的角色 甚至可以說是本遊戲最實用的角色啦 屬於非抽不可的角色 不管是對戰隊戰玩家 競技場玩家 還是沒有滿等的新手玩家都是 以戰隊戰來說 常常會遇到王的防禦很高 必須要靠角色UB去破防才能打出傷害的場合 而放了泳裝咲戀就可以讓我方隊伍更快的把王的破防給破滿 開始輸出傷害 泳裝咲戀也可以配合新年黑貓來出刀 總之在戰隊戰是有大量上場機會的 以日版七月四階段來說 一到三王都有非常多的上場機會 接著說競技場 目前競技場要分出勝負的話 基本上還是靠UB來分出勝負 先放出UB的一方會有非常大的優勢 而泳裝咲戀這種開場大幅度補鎖角色TP的效果 在競技場就是重要到不行 而在推圖活動跟露娜塔來說 玩家常常會遇到對面打很痛 需要盡早開UB去救的場合 這種情況下放泳裝咲戀效果也很棒 所以泳裝咲戀對新手的幫助也很大 好了 泳裝咲戀說完了 接著就來講泳裝爆弓吧 一技能對眼前一個敵人造成三次小幅度的物理傷害 二技能特大提升自身物攻 持續180秒並完全回復自己的TP 這個技能是泳裝爆弓的招牌技能 整場只會施放一次 大概要到遊戲時間剩下50幾秒才會施放 施放後泳裝爆弓才是真正開打 前面就都在摸魚 EX技能是開戰時提升自身的物理攻擊力 最後是UB 對眼前一個敵人造成特大物理傷害 如果已經使用過二技能了 UB傷害就是必爆 看完技能後說一下泳裝爆弓的評價 就是倉管中的倉管傷害不夠高 又有夠慢熱 慢熱的話在競技場就沒什麼用了 沒有時間等泳裝爆弓慢慢摸 而戰隊戰的部分就傷害太低 沒有上場機會 這個評價要一直等到日版 第二次復刻出專武才會改變 除了專武之後 一技會強化成 對敵人造成三次必爆的小幅度物理傷害 並中幅度提升自身物理攻擊力 持續12秒 日服泳裝爆弓有了專武之後 在六月的戰隊戰獲得大量上場機會 但尷尬的是七月毛依未出專武之後 直接光速過氣 七月上場機會就大幅縮水啦 雖然純輸出角色本來就是很容易被取代 但一個月就光速過氣是有點慘 好了 兩個角色的技能跟評價都說完了 接著要來講要怎麼抽的部分 如果這兩位是單獨兩池的話 那就單獨來看就行了 但麻煩的是兩隻一起復刻就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 比如說碎片要選誰 或是已經抽了200抽 抽到了其中一位 那要不要花另一抽把另一個給補出來呢 那如果是220抽 250抽或是280抽的話呢 那在講碎片要選誰跟要不要補抽去把另一位保出來之前 我們先來大概看一下抽卡機率吧 現在畫面上這個表格是我自己做的表格 是公主連結池的抽卡機率 左邊這邊是0.7%的一般池 每一抽有抽到至少一張跟一張都抽不到的機率是多少 以299抽來說 抽到至少一張的機率是87.8% 一張都抽不到的機率是12.2% 而到了0.35%的復刻池 299抽 抽到指定一張的機率是64.95% 一張都抽不到的機率是35.05% 那這邊指定一張的意思是 以這次復刻池來說的話 就是 泳裝爆弓跟泳裝咲戀如果只缺一位 要抽到自己沒有那張的機率 而0.7%的池 抽到一個角色的抽數期望值是125抽 0.35%的池 要抽到指定角色的期望值是186抽 然後 只要沒有意外的話 泳裝咲戀跟泳裝爆弓都是可以用記憶碎片換出來的 以記憶碎片來說 平均每抽會拿到0.75個指定角色的記憶碎片 也就是說 要用碎片換出一個角色 按照期望值來抽 差不多是193抽就可以了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兩個角色都沒有 300抽有非常非常高的機率可以兩個都帶回家 300抽兩個都抽不到的機率只有12.2% 但即使沒抽到 300抽會出記憶碎片的期望值是在225個 那300抽 抽兩個角色都沒有出 記憶碎片也不夠拚出角色的機率 其實是微乎其為的 好啦 看完機率之後就可以來看要怎麼抽啦 如果是只缺泳裝咲戀玩家 那就非常簡單 就抽爆吧 碎片選泳裝咲戀 然後抽下去就好 但我是還蠻懷疑的 會有人有泳裝爆弓卻沒有泳裝咲戀嗎? 而對於只缺泳裝爆弓玩家來說 這次的免費時連最多可以抽4次在復刻池 最多需要補260抽可以保出泳裝爆弓 對於泳裝爆弓來說算是一種投資理財的概念 就是對未來有上場機會的角色 要不要先花資源去投資 以日版來說 專武時裝那個月是非常強的 第二個月上場機會就不多了 第三個月還不知道 而台版泳裝爆弓專武跟毛衛衛專武時裝的間隔 不是很確定會多久 因為SONET不好預測 搞不好會讓專武提早或是直接晚出都很難說 所以投資有賺的情況就是 花比較少的鑽石抽到泳裝爆弓 而且上場機會蠻多的 這樣就很賺 會賠的情況就是提早花鑽石抽 結果到時候專武出了也沒什麼上場機會 花一堆鑽石抽一個倉管就虧爆 反正如果只缺泳裝爆弓的話 免費時連最多也就40抽 那我覺得碎片就選泳裝爆弓 免費時抽抽完就算了 沒什麼提早投資的必要 有出當賺到 沒出就拿一點碎片 壓壓驚 最後是比較有可能會遇到的情況 就是泳裝爆弓跟泳裝咲戀都沒有的情況 由於泳裝爆弓目前看起來不算是戰隊戰長期的人權角色 應該只有排名非常前面的戰隊會要求應徵者一定要有泳裝爆弓 所以對於競技場玩家跟沒有滿等的新手來說 我覺得可以直接無視泳裝爆弓 碎片選泳裝咲戀 200抽以內可以搞定泳裝咲戀的機率還蠻高的啦 200抽以內抽到泳裝咲戀的機率差不多50% 就算沒抽到也很有可能可以直接用145個記憶碎片換出來 而對於戰隊戰玩家來說 我會建議碎片選泳裝爆弓再開始抽 然後再提一下抽數期望值的部分 0.7%的池 不而不飛抽到一個角色的期望抽數是125抽 0.35%的池 不而不飛抽到一個角色的期望抽數是186抽 以這個標準來看 反正泳裝咲戀是一定要有的 泳裝爆弓就不一定了 那如果是200抽抽到泳裝咲戀 剩下只需要補100抽就能100%補到泳裝爆弓 比一般池的平均125抽還少 那我覺得還OK 鑽石如果夠的話就抽下去吧 但如果還差很遠 像是100抽就抽到泳裝爆弓 需要補200抽才能補出泳裝爆弓的話 那我覺得就有點遙遠了 可以PASS 多觀望幾個月 等第二次復刻再決定要不要抽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